人有千面 生都百态 真实而纯粹的灵魂 是尘世间一抹亮丽的色彩 梁家辉 一位影帝 用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和执念 清起了人生的击骨 近日 《综艺励志成长真人秀一路成年》 这个节目 邀请梁家辉金女儿参与 节目已经播出 屡屡上热搜 梁家辉的热度更胜从前 那么影帝梁家辉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从几方面为您解析 梁家辉的育儿困惑 你也曾有 一路成年 看到不一样的影帝 梁家辉如今已经61岁 她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两个亭亭玉丽的女儿 对待女儿成长这件事 她的开明态度 实为育儿心理念 育儿论不新鲜 但将尊重融入到 与孩子相处的点点滴滴 她做到了 一路成年 这部综艺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接地起的温情老爸 梁家辉与女儿们相处的时候 可爱而又萌憨 女影视作品中的她 判若两人 在她饰演的众多父亲角色当中 没有一个是生活里 如此有情趣 如此温暖的人 以至于网友高呼 原来生活中的你 更可爱 影帝人生最为温暖的瞬间 是与女儿们一起就餐 这个时候 梁家辉不再是影帝 不再是影坪上 叱咤风云的大佬 而是一个疼爱女儿的父亲 是一个将女儿幸福 刻在心里的男人 61岁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风风雨雨 她站在女儿身边 不怒自危 这次参加综艺节目 我有梁家人是三人同行 她与女儿之间的相处 轻松而又温暖 处处显温情的同时 让人恨不得自己的老爸 也能如此 尤其是梁家辉 对待早恋的态度 与很多家长截然不同 尊重孩子成长的需要 告诉孩子边界在哪里 其余的就选择放手 育儿路上没有坦途 即便是影帝 也有普通人的情怀 家长对于子女的影响 从一出生就开始 从未停止 一路同行 尊重孩子的选择 引导孩子的人生 尊重与陪伴 是孩子成长的必要养分 伴随女儿成长 是梁家辉家庭生活中的重头戏 女儿长大以后 她们在国外的生活 被媒体肆意放大 包括她们的喜好 人际关系 甚至是衣着品位 都被曝光 但是作为老爸 对此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他给女儿成长与学习的空间 不过多地干涉女儿私事 他说 她们会自己醒觉 由于是梁家辉的女儿 自己的生活被无数双眼睛盯着 孩子们远比自己想象的勇敢 坚强 当女儿成长之后 会对他说 爸爸 我这次是不是影响到你 女儿贴心地问候与关心 让他深感慰藉 人生路上 父亲永远犹如指路明灯 梁家辉的女儿们大学学的专业是美术历史系 但是大学毕业之后的抉择 老爸放手让孩子们自己选择 梁家辉从来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孩子做什么 他直言 在我这个岁数 他们还能跟我这么靠近 大家能坐在一起 做一些自己喜爱的事情 我多幸福 一路向前 纯粹而执着的梁家辉 深夜食堂 等你来相会 梁家辉是第一次参加真人秀节目 一路成年的主题打动了他 他希望借由此次录制 看到女儿不一样的那一面 节目录制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 游戏 谁是卧底 五位父亲中只有一个喝的是纯净水 游戏里 卧底身份的梁家辉被主持人倒破身份后 倍感委屈 立即发飙 顿时场面很尴尬 游戏的娱乐性和趣味性 在影帝看来这都是工作 自己饮用的水是酸味的 而不是白水 被人误解之后非常恼火 但到了傍晚 他含泪向众人道歉 认真而纯粹的态度让人肃然取经 没有谁的成功会是轻轻松松 从节目录制就能看出 梁家辉对待工作极其认真 我觉得 他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综艺 而忽略了游戏本身 但是他的眼泪让人心疼 出道至今 他为我们送来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凭借垂帘听证荣获影帝称号 我自己知道 这是所谓的回光返照罢了 不 不会的 这也因为种种原因 竟然被封杀而失业 失业低谷的时候 他就用所学知识 靠设计摆地摊 虎口度日 一路幸福 与其相濡以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